大家好 上期呢我们说到那个 牛水给他介绍了一个叫刘万瑜的 这个人呢挺有意思 雷光汉呢跟他 一起啊生活了有四年 就没闹过什么摩擦 但是呢他小毛病不少 他呢刚来的时候啊 觉得自己挺高 而且呢还自称自己是政治流亡者 不是一般的普通中国人 所以呢谁都看不上 可是呢生活所迫吧 他这个毛病是什么呢 就是爱嫖 根本不选择对象 老少结疑 只要是能搞上手的都搞 跟他一块干活的什么青年女工啊 什么集体宿舍里的寡妇们呢 跟他都有一手 第二个呢就是爱喝酒 喝醉了爱就发酒疯 第三个呢就是吹牛皮 有一次啊 这哥们居然跑到阿拉姆图的一个 一个厂子里边去 跑人农场里边啊 把人家全农场的人 都中国那个居民啊 全得叫过来开会 这哥们一口气说了四个小时 大恩不惨的呀 他就要联合苏联 联合美国 联合台湾 要组织个几千人的队伍 打回中国去 反正就这么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啊 特别重有情 所以呢 跟雷光瀚 一直关系特别好 他在新疆的时候啊 呃因为呆的时间长 所以呢 跟这个各阶层的人物啊 都有交往 他岳父是左宗堂乡军的后人 嗯 这个鲍尔汉 一个姓李的那个汉族秘书 反正是人称这个新疆的才子 哎也跟他是好朋友 他和这个蒙古族乔亲王一道呢 老改过 这个乔亲王的这个丈夫啊 是国民党政府的 呃塔城专员 解放以后呢 就被枪毙了 他本人呢 先被判了死刑 后给改成了无期徒刑 最后呢 又由无期转成有期 完了变成了提前释放 呃再由这个劳改释放成了呢 最后他变成了共产党的 统战对象 你就想这人的一生啊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这个刘万瑜啊 大概是经历了新疆 新疆几十年的时局变化 所以呢 他几乎啊 呃是一个新疆的活字典 他因为耳闻目睹啊 就这个新疆建省以来的这种各种事件 和看过许多的史书 呃 连那个杨增新的 补过摘文集 他都读过 他呢 就跟这个雷光汉 没事就瞎聊天 聊天 因为住一宿舍嘛 完了他就说呀 说这个刘锦棠在这个新疆 叛乱平定以后呢 亲近这个维吾尔族的上层人士 把这个新疆大局呢 稳定的不错 呃 元大化呢 是用这个神道社教啊 平定了敌化兵变 也挺叫人佩服 特别是这个杨增新 呃是为了不起的政治家 和伟大的爱国者 辛亥革命以后啊 呃他在新疆 这个掌政 当时呢 是呃国家很危难的 国内呢也是军阀混战 外边呢是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的 这个中亚的大战 还有这个几万的这个苏联红军 呃就是在这个边境上 呃对我国呢也是虎视眈眈的 再有一个呢就是好几万 那时候沙俄有很多白军 还有难民涌到了新疆 呃在当时那个情景下呢 俄国人啊他就挑动这个外猛的活佛闹独立 在如此严峻的这个国内外环境中呢 呃又得不到当时中央政府任何的军事和财政支援的情况下 这个杨曾兴临危不惊 对内呢团结这个新疆的各个民族阶层信任的这个维吾尔族人 呃稳定了局势 对外呢与这个沙俄和苏俄 当局打交道 而且呢不卑不亢 呃这个刘万瑜呢对他简直是就是赞赏有加 白俄军呢他 进到咱们中国了以后啊就立刻就被解除了武装 其中呢就安置在这个 嗯给这个俄国难民啊专门有一个这个分配的那个草场和这个土地上 呃让他们安居乐业 就这样呢在岌岌可危中保住了新疆这片大好的江山 特别是啊当时的这个阿山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阿拉泰 呃 对 这个地区是由这个外蒙啊 呃苏台将军管理的 结果呢一听说啊这个外蒙要独立 杨曾馨呢他呢 虽然没有这个能力去外蒙评判 但是呢他毅然 派兵 进了这个阿山 将他呢收归了新疆 保住了这片土地 呃 有关于这个杨曾馨的这个至江世纪啊 这个刘万瑜呢 觉得应该大叔特殊 可惜啊 这个杨曾馨呢 他执政 没几年 就被人刺杀了 呃 否则啊 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金树人 这个金树人呢 呃 刘万瑜对他评价极差 呃他认为呢跟这个 呃 后来苏联能够插手 搞分裂 呃不无关系 呃 嗯 杨这个杨 这个杨 杨曾馨他这个遇害了以后啊 其实新疆老百姓还是一直怀念他的 维吾尔族的老人啊 经常一到回忆的时候啊 就感叹是这么说的 说哎呀 我们是在杨将军时代啊 把好日子都过完了 六十年代以后 苏联呢实行这个全民义务兵役 人人啊 你都得当兵 呃 而且你当了兵你退役以后啊 你一直到五十岁 这期间 你都要每年进行集中军训 而且呢 你要就等于是算是预备役 呃 这样呢 就这个刘万瑜啊 就从这个 被招到这个 就是什么呀 从那个中国来的 这个集中在一起 给你们这些华人 他们搞什么呢 搞反华训练 呃 有一次雷光汉啊 就跟着刘万瑜俩人啊 就在散步 就遇到了有一个 呃 手煮着拐棍啊 那个白发苍苍的一个俄罗斯老头 这刘万瑜就说 哎 你知不知道啊 这个人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列斯肯 三区事件的时候 民族军的那个总司令 杀汉人的那个屠夫 这个列斯肯啊 原来是苏联上校的特工头子 1944年呢 斯大林派他 率领一批这个 苏籍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还有吉尔基斯的那种族人啊 进了新疆 在这个阿大泰啊 就挑动着这个少数民族叛乱 他呢当了叛军的总指挥 把那个当时上区的汉族居民啊 几乎都杀光了 嗯 完了以后呢 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分裂中国的一个 嗯 其实也就是像那个苏联的一个傀儡吧 一个政权 号称呢 东土耳西斯坦共和国 中国的军民当时就奋起反抗 而且呢 中国呢也利用了这个外交吧 把这个国家呢 就直接给灭了 解放军呢 就进入了新疆 把这个三区的这个民族军啊 就收编了 改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烈斯肯呢 烈斯肯呢 当时呢还当了军长 嗯 但是啊 当时这个 凭这个 叛乱和凭这个的 王震呢 把他呢 其实就软禁起来了 后来呢 后来呢 就找了个机会啊 就给他 撵回了苏联 回到苏联以后呢 他又与这个苏联的 住伊宁领 领事馆的那帮外交官 呃 勾勾搭搭 完了大量的呢 向中国呀 走私猎枪 赚这个暴力 但是呢 因为这个分赃不均啊 被这个克格勃 把他给抓起来 嗯 还判了刑 一直到老了 才给他放出来 呃 以后呢 就在这个阿拉木屠 这个地方呢 养老 嗯 牛水呀 还带着雷光汉 见过一个 安徽老乡 叫夏婷 这一进门啊 这夏婷啊 就给这个雷光汉啊 嗯 和他们来的那个人啊 就给他看 说他跟毛泽东啊 周恩来 邓小平的合影 完了嘴里边 一边看一边还说 哎呀 这是昨日的朋友 今日的敌人呢 哎 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那么多人 喜欢拿 跟这个名人呢 啊 呃 的合影 来标榜自己 嗯 很有意思 有空啊 我也给你讲讲 我们家也有一个 哎呀 那真是弄得 看着都脸红 害臊 嗯 这夏婷啊 出身于安徽的名门望族 掌兄呢 是夏雷 哎 就是那个五四运动的 健将 一战以后呢 夏婷就和这个周恩来啊 邓小平啊 蔡和森啊 李富春他们一起去法国 勤工解学 他学的呢 呃 专业是外交 夏雷呢 这个英俊潇洒 就被一个南洋的富商啊 给看了 这个爱国华侨富商啊 当时是华侨的领袖呢 叫什么呢 陈家庚 啊 就 要把女儿啊 嫁给他 完了呢 这个 夏雷就不干 就拒绝 啊 夏婷啊 呃 但是啊 我读的这儿呢 我觉得 这家伙 一定是 吹牛逼的 夏婷说呀 他加入中共后啊 和周恩来是一个小组的 领导他们的呢 是后来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 1927年的时候呢 上海412事件 巴黎呢 召开工人大会啊 声援这个 呃中国 他呢 就和这个 晋朝鼎 呃 还有 就是后来的那个 呃 外贸部的副部长 在这个大会上啊 发表演说 呃 季朝鼎呢 说英文 他呢 说法语 当时啊 嗯 出的那风头哪 叫一个大 呃 据他自己说呢 他30年代以后啊 他就进入了共产国际 在这个莫斯科呢 共产工具 呃 共产国际工作 和什么王明啊 王家祥啊 张温天啊 都是朋友 呃 这夏婷还说呢 张温天 和他的这个俄罗斯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啊 呃 呃 他没少 呃 当电灯炮 而且呢 没少帮忙 呃 1950年 张温天呢 任这个中国驻苏联大使 夏婷呢 还写信给这个张温天 嗯 想让他帮忙 嗯 他想回国 张温天呢 你才回信说什么 你现在已经是苏联公民 苏共党员 用不着回国了 说到这儿呢 这个夏婷啊 就 奋奋不平 呃 原来啊 这个在海生碗的这个中国居民啊 当时是比俄罗斯人多的 呃 苏共呢 就把这个夏婷啊 从这个共产国际调出来 呃 给他调到这个海生碗 让他呢 渗入到这个中国人当中啊 去刺探情报 他当时的公开职务呢 是这个海生碗 中国经济院的经理 1937年啊 斯大林就开始在这个远东 清除中国人 这夏婷呢 哎 也被清除了 被关到这个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了 呃 在这个集中营的澡堂子里呢 他认识了17岁的这个俄国妻子 当时他那个妻子啊 可能是因为偷点什么小东西 给抓起来的 呃 和夏婷关在一起的呢 还有一个苏联国籍的一个中国将军 当过红军的旅长 哎 可是这个旅长啊 真的特别年轻 他当旅长的时候 只有20岁 这个将军啊 哎 待遇还算是比较特殊 给他呢 专门单独关在一栋小房里边 嗯 特殊的呢 就是他不用服苦役 嗯 就你在那呆着 就给你软禁一样的 这不是年轻吗 在那大寒地方也没事干 所以呢 这位将军就干嘛呢 天天的就跟这个 农场的这些女人嘛 都是女犯人们啊 就睡的昏天黑地的 最后得了个花柳病 死了 二战以后啊 这个夏婷就被释放了 呃 住在阿拉木徒 当时呢 中国 中华民国的领事 呃 是这个夏婷的老乡 就看他 挺穷的 嗯 时不常呢 会救济他一点 这一下啊 这一救济 得 这个苏联这个政治保卫局 嗯 也就是当时 以后的这个KGB的前身啊 就被盯上了啊 这个中国政府 给你钱啊 对吧 于是呢 这哥们 又进了集中营了 直到赫鲁晓夫上台 才被放了出来 这夏婷呢 后来啊 他就觉得 还不甘心 就又给周恩来写信 要求回国 呃 这1954年呢 还真批了 由这个呃 那当时的组织部的副部长 叫帅孟奇的 还亲自接待着他 嗯 给他安排了一个呢 在国务院农业部对外联络局 当一个副局长 其实啊 工作就干嘛呢 就管三个苏联的专家 没什么事儿 结果啊 嘿 这中苏啊 又开始分裂了 这下没辙了 又把他给送回了苏联 现在啊 这个夏婷呢 两口子呢 呃 退了休了 可是呢 还得要 呃 有点工作 要不然的话 活不下去 他们俩的工资和这个养老金啊 加起来 也才一百多卢布 嗯 最逗的是啊 这个雷光汉认识他了以后就发现 他怎么懒财呀 他就是想各种的方啊 嗯 招这个中国人来啊 过节日 来收份子 你比如说 哎呀 今天是生日啊 啊 哎呀 今天是我老婆的五十大寿啊 嗯 要不然就是他们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 什么的 要不然就是 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 反正啊 他就编各种的 这个花活 完了以后呢 到他们家去 啊那你一句吧 你大人不就 每一个人你得凑份子嘛 哎 就这样 后来啊 就弄的呀 这帮人啊 谁也不敢去他家了 嗯 后来啊 就这个雷光汉呢 碰到了别的老华侨 这帮老华侨说呀 他当时在这个北京啊 当官 他不是因为这个中苏分裂给轰回来的 而是因为什么呀 他跟一帮这个 华侨倒卖这个走私 鳞羊角 还有熊掌什么的 就被这个中国政府啊给发现了 不得不离开的中国 嗯 这雷光汉 哎呦今天又说了不少了 得 下次再说说一个正式小话给你们听啊 嗯 说呀 这个 波罗涅夫 嗯 和这个 古拉叶夫 当时呢 就是那个 古拉叶夫就是当时的哈萨克的那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坐着飞机呀到各地去视察 飞机呢飞到一个城市上空 这波罗涅夫就向地面看 就看见啊 一栋的那个房子里边前面好多人在排队 他就命令坐在前面那个领航员 说 Egli 嗯 好好看看 这个排队的都是干什么的呀 这Egli啊就用这个望远镜看了看说 报告总书记 那是一家肉店 人们在排队买肉 哦 这波罗涅夫听了以后说 如果 现在我把肉 呃 我把手 放下去 我把这个手啊 放下去 把肉丢下去 把手 他们会亲我的手 呃 这古拉叶夫啊 接着说 如果我把香肠丢下去 他们会亲我的脚 这领航员啊 就看了看他们俩说 如果 我把你们俩都丢下去 他们会亲我的屁股 好 下期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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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